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S386法案更新,影响和评论 我们等了几天呢 本来是想等这个法案有一个更明确的眉目 然后呢,再给大家汇报 但是呢,天一天脱下来 这个法案仍然还是目前的僵持状态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先更新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背景信息 大家知道呢,这个S386绿卡改革法案 在当前2019年9月底 正在美国国会参议院的议程上 此前呢,已经有两次试图通过都没有成功 目前呢,双方支持和反对的都还在努力 支持者呢,当然希望继续通过 Unanimous consent,就是无人反对的形式 或者呢,用其他形式来闯关 而对应的国会众议院的这个议案呢 HR1044在两个月前已经高票通过了 那么这个S386法案主要内容呢 是取消美国职业移民绿卡的国别配额 如果法案通过正式实施呢 那么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职业移民申请人 就会统一排队 另外呢,设置了一个三年的过渡期 这个呢,从原则上来说 应该说呢,对中国申请人本来是有好处的 但现在有这个特殊情况呢 比如说有几十万出生在印度的申请人 绿卡排期比较早 他们经历了多年的等待 但是因为每年绿卡名额有限 拿到绿卡时间还遥遥无期 所以呢,现在主要是他们在推动这个法案通过 如果通过呢 他们在今后若干年里呢 可以拿到更多的职业绿卡 职业移民绿卡名额 那么如果这个法案通过 对中国申请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在网上有不同的计算 讨论 各种观点 那我们简单说呢 具体的个人 不仅要看申请的种类 还要看你自己的排期 目前你的绿卡申请排队到什么位置 简单来说 对于已经在排队 快要拿到绿卡的中国职业移民申请人 这个法案呢 可以会有帮助 但是对于还没有开始申请绿卡 或者刚开始不久的申请人 尤其是职业移民第二优先 第三优先类别的 即所谓EB2 EB3类别 这个法案呢 会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对于EB5投资移民 和EB1杰出人才类别 已经在排队的申请人 可能会受益 而还没有开始申请的呢 就不一定 另外也有一些人提到呢 这个法案如果通过 对于职场和工作机会 可能也会有影响 就因为以上这些复杂的情况 所以呢 我在中文网上看到呢 应当说大多数呢 是反对这个法案的提议和行动 但是也有支持的 如前面提到呢 这个法案目前还在美国参议院 在这个等待 那么现在呢 大家都很关注 一些人提到呢 立场不论啊 这个市这件这个法案呢 牵涉到全世界上百万人 很多年的利益 应该拿出来呢 在国会正式讨论 有public hearing 而不是试图通过简化形式 来仓促通过 因为呢 在国会有充分讨论呢 有可能可以引起议员们 对合法移民 所有人整体需求的 更多关注 也更有利呢 加入其他修正案 或者新的移民改革法案 尤其是增加 职业移民的绿卡名额 这样呢 可以更好的解决问题 而不是像现在 这样一个零和游戏 特别需要指出的呢 我们知道在美国的 职业移民绿卡申请人 来自中国的 人数呢 仅次于来自印度 而且我们知道 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还有很多访问学者 和直接从中国来工作的 专业人士 这里面呢 很大一部分 早晚呢 会要申请美国 职业移民的绿卡 因此呢 中国人的等待时间 已经越来越长 如果移民法没有变化呢 将来会更长 等五年六年 或者更久 都有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中国人也需要 职业移民的绿卡改革 不是说把S386法案 反对掉 一切照旧 就可以万事大吉 当然了 需要的呢 可能不是当前这样的 S386法案的条文 而是增加绿卡总名额 减少所有人的排期 等待时间 关于这个法案呢 目前在继续演化 如果有更进一步的信息 我们也会更好地告知大家 以及提出我们的评论和建议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